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 不如PRP中控制器的声明应用 以及项目的一些模块和划分 然后包括模块中的操作如何声明 还有框架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常见的 一些控制器中 需要我们使用的一些方法 比如页面跳转和重定像 那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来学 比如PP框架 那么学完控制器呢 模型和视图 咱们写项目先写控制器 模型和视图呢 那先介绍哪个都可以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视图 我们看一下 视图呢 那就是用户啊 用户看到的并且交互的一些界面 那咱们前面学完Smarty了 这个东西就很好理解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Smarty模板那一部分 那对外部应用来说呢 RTMR视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视图层用于和用户之间的交互 那控制层呢 则是模型啊 与视图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我们看一下 在博物PB中呢 内置的最流行的Smarty框架 咱们用的也是Smarty的最新版本 Smarty3 那目前呢 咱博物P新版本 嵌的是Smarty3 所以呢 所有的视图都是由Smarty编写的模板 那咱们可以参考前面 咱们录的视频 或者是 Smarty第二版Smarty那个章节 如果你对Smarty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参考那些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对Smarty呢 有了一些改动 那什么改动呢 比如说 咱们看一下 继承关系 这是咱们类图的继承关系 这是上几个咱们画的一些图 自己写的控制器呢 咱们继承了CommonLay CommonLay是Action 那Action呢 就继承了自定义的一个模板 而自定义模板呢 对Smarty进行了一些重写 咱们对Smarty有一些改变 所以呢 继承关系在用户里边 也就自己定义的控制器类里边 可以使用到 这几个类里的 所有的方法 那包括Smarty里边的 所有的属性方法 在咱们自己定义的控制器的操作中 都可以直接使用 那都能使用哪些 你看一下 Alene 分配 Display 这些这些都可以 只不过咱们对这些方法 进行了一些改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框架里边 咱们继承的 Smarty呢 就不看了 看一下MyTPR MyTPR自己定义的这个类 它继承的是Smarty 那咱一创建 只要你一写 控制器类的话 就会执行 一调用控制器的模块的话 就执行这构造方法 执行构造方法的话 就会对Smarty进行一些设置 包括看一下 设置模板的目录 那在V6式图下面 也就是我们在项目的这个里边 看一下 比如说Home也好 Admin也好 V6在这块 然后设置边的目录 在临时目录下 COMS下面 就是咱们讲Smart的时候 会有一个组合的文件 然后呢 可以使用这种 定界服务两边有空格的方式 然后这块 使用配置文件去开机缓存 缓存文件存到哪 那缓存的时间 然后咱主要把Smarty默认的 左右定界服务给改掉了 这是咱们在使用模板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特点 这是自动执行的 不用你自己去设置 然后将Display改写了 那默认的Display呢 咱们讲Smarty的时候说过 第一个传哪个模板 然后后边传缓存ID 那这里边呢 对它进行改写 那这里边一会改哪些部分 会看到 其他的这都是随着那个方法 Display方法改写 对应的改写的一些方法 这就是咱们对Smarty 进行处理化的一个类 好 大家看一下 咱们先用一下这个 怎么去用 比如说 我现在 在控制器里边 比如说 这个用户模块里边 我这里边 重新写一下啊 比如在这里边 我需要 Faction一个操作 Index的 它需要一个主界面模板 然后需要一个 添加的 界面模板 需要一个 修改界面模板 那么这三个模板呢 比如说 这里边 我获取完数据之后 直接用Zs 直接用Zs SS Igene 就可以分配数据过去 比如分配 Data数据 那这数据 比如说是一行警号 然后我想加载模板 直接用Zs里边的 Display 看一下 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都说了 那这个Dsplay 我们在学Smart的时候 它不是帮助我们 干嘛 去里边得 传哪个模板吗 这里边不用了 你只要按照 对应的目录结构 去划分就行了 因为咱们为了你项目的代码结构清晰 会将模板写在这里边 这里边多一层目录 一会儿我再介绍 看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建一下 有几个模块建几个目录 比如说User模块 然后文章模块 比如说 还有登录模块 还有 比如说公告模块 哦 错了 NOTSE 然后其他模块 等等等等 OTHER 你看 这样的话 我针对哪个模块 建哪个目录 这样的话 只要属于这个模块 下边的 模板 都写在对应的目录下 这样不仅咱们 代码清晰 维护方便 将来升级也比较方便 你升级的时候 维项目多加一模块 你只需要 控制器 加一控制器类 这里边再加一个目录 放这个用户模板就可以了 然后默认的 比如说用户模块里边 刚才咱们建的三个操作 都需要模板的话 那只要这里边 加上这次里边的 DISPLAY 加上 这次里边的 DISPLAY 就会找对应的模板 那模板是怎么找的呢 你看 模块已经有了 所以呢 这个方法会默认 找这个模块对应的目录 比如说user目录 那这里边 是不是index操作呀 是这个操作需要的模板 所以这里边 我们只需要建一个 index.tpl 这是index那个对应的模板 这块 比如说 add.tpl 再来一个 mod.tpl 三个对应的模板 分别对应这个 跟操作名是相同的 不是相同的 不可以 那在后缀名 为什么说我叫tpl呢 后缀名你是可以改变的 在哪改变呢 你看 在那配置文件里边 已经指定好了 在这个地方 后缀名 模板的 后缀叫什么 叫tpl 如果你改成rtml的话 那你就可以 建模板的时候 后缀名就起 叫.html 所以呢 后缀名叫什么 是在配置文件里 指定的 好 那比如说 这里边 我现在就写了 用户的模板了 那我在user里边 比如index的 这里边 可以完全用 smart语法 html 斜杠html 比如说 had 标题 tile 这是一个test 测试 斜杠 tato had 然后 比如说 bought题 斜杠 bought题 然后这里边 可以 定界符 是咱们刚才看到了 当然 这可以去到 你可以使用括号 空格 也可以不使用空格 因为smart3 默认是不带空格的 这里边 data 我可以加任意的一个数据 看一下 那如果在这个里边 add这话 需要模板的话 比如 银行 一 那我就可以在这话 去加这些模板 当然这个也可以 这样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访问到了 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下 http 帽号 localhost 下边的 细说 pp下边的 admin下边的 pp 反应用试下边 比如index的 那默认找的是 一行警号 分配的数据 那add 错了 add 你看 就是一行一 多行一 就是显示的 display找的模板 当然了 模板我们 不光是可以 这么去找 我们还可以怎么的 假如说我这块 我就想找 写错了 比如说我不按默认的找 我随便起的模板名 能不能找到呢 可以 比如说叫他 hello.tpr 但后制名配置文件 都规定就是这个 你后制名是不能改变的 比如说这里边 一行四 我来多行 你看一下 那这个呢 我没有hello的操作 没有hello操作 那怎么找那模板呢 比如说我在id这块 找hello的模板 只要我加上一个 hello 你看一下 就可以访问到一行四 所以你在display这块 这块是咱们自己改写的 就在那个mytpr类里边 咱们去把这个display 不改写了吗 只要传一个hello 那就是在传这个模板名 当然不用加后缀 后缀是当统一指定的 那如果别的目录下的模板 咱们能不能用呢 也可以 比如说我这块 新建一个demo的目录 那我都说了 我没有demo的模块 你这么建目录行不行呢 找模板跟模块 其实是没关系的 所以在demo里边 我建一个 比如说 hello 点tpr 那我在这块 再加一个 假如是这里边 一行八 有多行 你看 我如果在这里边 直接写上前面 加上个模块名写杠 那这个其实不是模块名 指的就是什么 这里边的目录名 下边的什么模板 那这样一样可以找到 你看一行八就找到了 这就是咱们如何去找模板 然后其他跟smart的作用 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里边 咱们在开发成绩的时候 平时用的最多 就是往模板里扔数据 然后告诉哪个模板 显示你扔过去的数据 控制器就干这个事 那数据呢 是通过模型里面取过来的 然后呢 你根据用户的请求流程 给它分配到哪个模板里去 加在哪个模板就行了 默认直接写 就跟自己操作有关的模板 那咱们现在来详细看一下 这通讯器来咱们用到的 框架里的 你这smart里边所有东西 咱们都可以用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啊 另外呢 对smart的原代码有一些改动 主要两处 一个是smart的 这个是原来用二版本的 现在咱们新版本的 这些字符集 smart3都可以直接改了 这块咱们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呢 no catch这块 咱们现在默认都自动加了 所以smart原来怎么用 在咱们框架里边 就一点没有变化 唯一改的 就是咱们这块 应用上 让你变得更方便一些 再说一 再从未一次 smart的所有的属性方法 在这里边 我现在都可以去调用 因为它是直接就继承 smart的 只不过在mati边 有一些改动 然后在模板里边 在模板里边 原来smart里边的数据 你是如何摆啊 如何变力啊 这里边的 或者是变量调解器啊 该怎么写 还怎么写 也是一点没变化的 所以只要你会smart 那咱们这个控制器 你只要看好 咱们目录结构如何建 也就可以了 所以呢 其他的都尽量没有去改变 而不像其他的 有一些框架 是专门自定义的一些 模板引擎 那你就需要现学 这个模板引擎的应用 而如果你在有smart的基础上的话 你可以完全参考 smart的预法去编写 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么来看下 期划模板风格 什么叫期划模板风格 那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比如说 咱们后边 咱们有开发的项目 其实我已经 做完了 当然后期咱们 我会给大家 从头到尾写一遍这个项目 比如BROCMS 这个项目 看一下 这是这套的模板风格 那假如说我现在 不喜欢这套模板风格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登陆到后台 比如说GANA 那在基本设置里边 我只要改变一下 改成时代经典 修改 然后我们再打手印 你看就变成了这套模板 这就叫模板切换 因为我们同一个 在这里边 你看 同一个控制器 同一个模型 那这里可以显示多套模板 像刚才咱们 那个项目展示的一样 你可以怎么的 为 同一个项目 开发多套模板 那多套模板 怎么选择呢 就是在这块 你这块有个default 这是默认的一套模板 如果你想有另一套 另外一套模板 只要Ctrl-C复制一下 Ctrl-V 然后你改个名字 比如说改成home1 那就有一套home1的模板 你只要改写这里边的模板 就可以了 所以控制器和模型 是任何代码都不用改变的 这就为一套项目 定制多套模板 当然如果你不想home1的话 但有home1的话 你也得改配置文件切换 那只需要我们在配置文件的 这个地方 你看 默认是不是显示缺少模板呢 只要在这加上home1 看一下 当然了 原来是有缓存的 我们把这个缓存文件 retime删一下 它也会自动生成 那套模板的目录结构 你看 直接访问 admin下边的 直接访问就可以 你看一下 还是在 admin下面 你看就多了一个home1 刚才我已经删掉了 通过访问生成的 刚才这里了 然后比如说我也建议一个 跟刚才一样 但是你可以用复制的方式 也可以像我这个自动生成的方式 这里边建议一个 假如说 index.tpl 模板 那这里边呢 我们同样写刚才那只代码 html 写个html 我就简写了 $dt 但是我这块 加一个样式 样子怎么的 f1t 颜色变成 红色的red 红色的模板 就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显着红色的 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 只要我们这一访问 admin下边的 user下边的 index的 默认显着红色的数据 现在我不喜欢那套风格 想切换模板 只要我在这改成 def alt 缺省的 那 稍信一下 就会变成这种黑色的模板 代码成一都没弄的 只是模板上变化 再改成home1 home1 就看一下 就变成红色的了 所以我们唯一一个项目 可以加多套模板 比如说 现在这两套模板 我觉得还不够用 肯周期复制一下 假如用复制的方式 你看 我这块加上 home2 第二套模板 那这块 咱们在用户模块这边 我这边再写一下 index 这套模板 我在这块加上 用字体 加个样式 字体的尺寸 比如说是一厘米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我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切换 来一个home2 写了一套模板 你在这一切换 再刷新一下 你看字体就变成一厘米的字体 直接就切换成模板了 这就我们如何切换模板风格 所以呢 这块也是介绍了 为什么说我们在视图下边 会多一层目录的原因 主要是这层目录 一个目录就是一套模板风格 那我都说了 现在我这个 在配置文件里写的信息 你看啊 在配置文件里边 这里边切换模板风格 咱们现在是前后台两个应用啊 看这个图 是前台和后台两个应用 我现在 一般的模板 后台只要有一套就行了 没有必要为后台做多套模板 因为后台是管理员来操作的 只要一套界面过得去就行 但是用户显示这一端 不同的用户喜欢不同的风格 所以一般都是前台用户这块 会切换模板 但是如果我在这块 在配置文件里边 写切换风格 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前后台都得有多套模板 因为这个前后面前后台都变成后面了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能将 这个 看这条文件就放在这里边 因为前后台各自有各自的模板风格 我们需要把这个写到哪呢 切换模板风格的代码 你就得写到主入口的上边 这是咱们那天 那上次课 咱们定义的这个 比如说 我这块 我写在index里 用前台 因为现在我写的定义的是后台 用后台 前台还是用缺程的 你看后台 但实际工作中是后台 有一套模板 前台有多套模板 你后台用后模板 这样的话 就没问题了 你看 一样成为一个访问 但是前后台就可以各自为前后台 各自指定自己的对应的模板了 这是模板切换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个配置文件的选项 你看 所有试图都要将模板声明在当前项目的微流目录下 因为呢 可以为同一个应用程度编辑多套模板 所以在试图目录下声明的每个目录都是为当前应用创建的一套独立的模板风格 默认的模板风格在底缝目录下 如果为一个应用编辑几套模板的话 只需要修改模板风格的选项即可 就像这块 改成后面一后面二 如果项目中有两个以上的应用 又都使用同一个配置文件 例如项目的前台和后台 如果在配置文件中 它改变 则前后台都要有对应的模板 如果只想前台有多套模板风格 后来只有一套模板风格 就需要为每个应用创建一套子 一个子配置文件 当然了你不用创子配置文件 这不就或吗 或将这个选项直接写在每个入口文件的最上面即可 这是切换模板风格 那你通过这个技术 就可以为你一个应用程序做多套模板了 我们再来往下看 看下模板的生命规则 这是咱前边呢 刚刚介绍过的 你看啊 在每套模板目录下 有两个默认的目录 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 在每个 错了 在每个模板目录下 视图下边 比如说咱defo看下边 这两个目录 是不是咱们新建的 是框架为我们自动建的 这两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下放什么东西呢 放我们公用的一些模板 比如说公用的头模板 headr.tpr 公用的尾部模板 就页角模板 比如说fotr.tpr 那这里边我们可以声明 比如说htmr头部信息 head 这里边可以我们放一个变量 那不同页面的标题 可以显示在这 然后bud 然后下边 当然了 你头部信息 你可以在这里边 你还可以加一些 像gs文件呢 csi文件之类的 都可以加在这里边 然后呢 这里边是尾部文件 只需要把刚才的格式补权 斜杠budy 斜杠rtml 比如说页角的信息 像每个网站 下边都有一些 像这样的页角信息 你可以 因为一级页面 二级页面 比如随便点开一个 文章页面 你看 下边的页角信息 都是一样的 当然调整模式 我们是可以关掉的 都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列表页面 比如说pvp 你看一下 都是统一的 那头部信息呢 像上面这些也是统一的 就可以放在头部里边 那就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 我这里边 一行星 边 我随便写了一条语句 那在我们这里边 就可以应用到 比如说 在我们的程序里边 用户模块 比如说index的 我们就可以应用到头和尾 那这话就可以删掉了 头部信息 只需要我们 写一个 inclode 包含 但是包含的路径 你不是说相对于 因为它不在当前路径下 那你不能写 比如说file 这得用file等于 上一节目的下的 pub lake下边的 比如说hedr的tpl 不是这么写的 因为它找的路径 都是统一到固定的 这个目标去找 所以直接写pub lake 这个就可以了 那尾部信息 这块我们也不用了 直接加上 include 当然我们可以剪写 不用写file 直接也可以 pub lake下边的 smart3是这么支持的 photo.tpl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在配置文件里边 在admin这个主配置文件里边 就不用home2了 比如说我们也改成 default 缺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index 你看同样有 头和尾 一打开页面 原代码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头部信息 上面那个是打印的 头部信息和尾部信息 当然头部信息 这块我们没写任何东西 因为上面这块 是我们在common里边 打印出来的 这就是pub lake目标下 那pub目标下 其实还有一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在这会儿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这文件就是我们那个 错误和成功的提示的 那个界面 默认给放在这个下边 提示的那个摸板 比如说成功啊 失败啊 跳到那里 如果你觉得 对这个界面 对这个界面 觉得不太好看 提示界面不太好看 你可以完全在这里边去改 只要记住这里边 有几个变量 你需要注意就行 比如提信息的标题 你可以把它改掉 然后呢 这是提示的消息 比如说 添加成功啊 或者失败啊 然后提示成功 这是ok 你可以变成一个笑脸 提示失败呢 你可以变成一个哭脸 对吧 或者是呃 一个error都可以 然后成功失败 跳转的这是时间 多长时间 跳转到哪 你可以自己写这个 跳转的位置 都可以 这几个变量 你写好界面 你可以任意你自己去设置 那下边用一段 加油 scrm 几秒钟 自动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在 tublic提供的是 公用的模板 目录 那这个是资源目录 也就是针对 每一套模板 每一套模板 都有自己的css 都有自己的image 都有自己的gs 那你就可以写在这个里边 每套模板 独立有的 放在这里边 那如果所有模板都公用 或者前台都公用 比如说logo图片 或者是解块的那些gs文件 不要放在这里边 这是针对模板自己有的 如果所有模板都用的 或者前后台公用的东西 要把这个资源放到 项目根目录下 咱们有一个pub类目录下 csimagegs和上传文件 是放在这个位置下的 所以要分清楚 是这套模板单独用的 还是整个项目都去使用的 这点很重要 把它划分清楚 然后呢 你就能将这个文件放得很清楚 然后找对应模块的 那些资源的时候 也非常容易的去找 如果你乱放一气的话 那有可能你将来项目 维护和升级的时候 就不太容易去做了 所以我们看 每套模板都有 Publike资源 Publike放当前 风格的公用模板 例如头模板的 夜角模板的 还有一个这个 就用来显示成功失败的 两个的输出的 那资源目录呢 就这套模板 风格共用的资源 包括这个东西 那在这是模板的生命规则 在Publike呢 对付类的smart 他重新重新改写过 所以呢 生命模板的位置和模板文件呢 要按一定的规则 那一个项目应用的 通常都会有多套模板 都是有多块模块 一个模块呢 就是一个控制器类 所以需要在对应的风格目录下 为每个模块单独创建一个目录 那目录名和控制器类的名 是相同的 但全部小写 然后呢 这个目录下创建的控制器中 操作方法 同名的模板 然后在这里边 改一下风格来决定 默认的后续名是这个 可以修改成 这个或者其他的名称 这是默认规则 Display呢 咱们重新改写了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默认不写的话 就找这个模块 目录下的 对应的目录下的 这个模板文件 后续名当然是 咱们以配置文件后续名为例 那如果指定 当前目录下的 就是Use的目录下的 这个模板 那你可以直接写 如果是其他目录下的这个模板 但是前面跟模块没关系 是模板下边的 目录下边的什么东西 当然目录 这个呢 目录肯定是对应模块的 另外 在模板中 直接使用的几个变量 那这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 假如说这个是我们在模板里边 我们在这块 这个是home2下边的 我们把它关掉 因为我们现在 把它改回缺乘的了 从心看一下吧 在I的命录下的 视图下边 比如缺乘下边 假如在public下边 咱包含 刚才包含就投信息 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块 用link 包含一个IL 指定一个 SHET 样式表 然后类型等于 tstcss 然后hf 链接需要一个文件 ur 然后比如说 我们加载一个 script 加载一个gs文件 我们需要一个ur地址 在包的体里边 假如说 我们写一个a链接 我们需要一个ur 我们在写 图片的时候 img src 等于我们也需要一个ur 我们在写表单的时候 form表单 action 我们这会儿 也需要一个ur 这是我们在项目中 经常需要几个ur的地方 那这ur怎么写呢 看一下 首先这个目录结构 你不太好确定 你不能写 按照上面的目录结构 比如细说 prp下边的 什么admin下边的 细说prp下边的 比如说 admin目录下的 views下边的 res什么资源下边的 然后什么css gs下边的 rx res什么3.0 s 这样写就很麻烦 那同样的样式文件也是一样 链接文件也是一样的 写起来非常麻烦 所以呢 咱们框架默认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变量 都哪些变量呢 我就直接在这块写了 你看一下 一个这个变量 root变量 就是dollf root br 一个public变量 dollf public 一个app变量 dollf app 一个ur变量 直接就可以在任何模板中都可以用的 还有一个是res变量 dollf res 你看一下 这几个变量分别代表什么 我们只要访问一下即可 看一下 root变量 是直接代表你项目的根路径 根路径 然后public呢 代表你项目下边的public那个公用资源的目录 然后app tp呢 代表的是你当前的访问的主入口文件的应用 ur呢 代表你当前访问的模块 也就是当前访问的 对应的这个模块 这个资源就当代表你当前项目下边的这个模板对应的这个视图文件 这个资源文件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有几种方案了 比如说我这个css 链接的是当前模板下边的 那我只需要这么写 dollf res 下边的css 比如说叫做layout.csr文件 就可以了 比如这块链接我需要是墙台都用的几块文件 那我这块只需要写dollf public 比如放在public目录下的 gs下边的 什么 qer.cs文件 当然如果有这个gs文件的话 那链接 比如说这链接本模块的 链接 比如说链接到 这是用户模块 假如链接到文章模块 我只需要写dollf app 下边 文章 article 下边的 比如说添加文章的模块 就可以了 如果我这块提交 我想提交到本模块下的 假如说它是添加 我想去改刀 修改 或者处理 直接在这块写 ur本模块下的mod 就可以了 那图片呢 比如说是res下边的 那直接就写什么 本资源的res下边的 比如说imgs下边的 假如有个logo.gf 直接这样就可以写地址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写完之后的地址 又是什么样的 当然了 我们页面没有具体找的一个图片 只是一样你看一下地址 你看查看原文件 你看 它就会有补上 这个地方直接找到这 这个地方直接找到这 直接找到这个地方 文章下边这个 这块直接找到 这个下边的logo文件 这块 直接找到 这个文件 所以这种写法呢 不管你是怎么变目录结构 也不管你怎么变主入口文件 它都不能够自动找到 而如果直接用手工去写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几个变量 还是比较重要的 在我们项目开发中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变量 大家呢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编写模板时 经常会用到链接csxgs 如果直接使用UR 那么当前域名或者主入口有改变 则所有UR都要重新修改 最主要还是你要手写的话 还是不方便的 所以在控制器操作中 会自动将一些UR和服务器 对应的自动分配到模板中 那分配的变量就这些 那这些变量在哪呢 那使用方式就下边 给举一些例子 在哪分配的呢 你看 在我们框架里边 咱们不说将display改写过吗 你看啊 在当博物PRP里边 Base下面 你看一下 在MyTPL下面 这块 我们是将 display改写了 display就是加载模板 再加载模板 加载任何一个模板 下边输出任何模板的时候 我在前面都自动将 这些变量获取到 直接用这个Elean扔过去的 所以说在模板里边 会自动有这些变量 会自动有变量 那这些变量 你看这些都是基于 外部服务器根目录下 以后的变量 因为这些变量 都是在模板中去应用的 因为在模板中的东西 都是要下载到 用户客户端的 那用户客户端 还需要通过用户端 访问到服务器端的文件 所以呢 要想访问到客户端 想访问到服务器端文件呢 都得访问外部服务器根目录 才能从根目录下以下 去找这些东西 比如说图片呢 得在客户端 找服务器上的图片 CSS啊 得在客户端 找服务器端的CSS等等 所以他们都针对于 外部服务器根以后的目录 像刚才咱们打印的 你看 这个指的根 是指外部服务器的根 也就是从这开始之后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本身环境下 3W目录里边的 当然是不是3W目录 是你自己在外部服务器上 去设置的一个目录结构 看 通通都是同志开始的 当然了 这几个变量是在模板中 你自己用自己变量 那有的时候 当然这种情况不多 我需要在这块 你看 假如说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做模块 在模块里边 就是model里边和控制器里边 假如说我会要输出一个图片 src等于什么位置下的图片 当然这样情况并不多 也会用到 如果在这里边想输出的时候 因为这是并级不在模板里边 不在模板里边 你直接写dolf下滑线res 这就不太好了 因为他找不到 所以我们在这块 如果写用什么呢 咱们不如pb框架都以b开头的 有几个长料 以b下滑线res 看一下 这个作用和在模板里 直接写dolfres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下边的 这个下边的 什么呢 双眼号下面的 比如说 imgf下边的 假如叫logo.png吧 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输出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 当然这上面图片是没有的 我们只是看一下位置 你看 logo.gf 在这上面输出的 你看这地址也是可以找到的 所以呢 跟这几个变量有对应关系的 跟这几个变量有对应关系的 这几个是在模板中直接用的 如果在peerp端 想直接输出客户端的csr图片或者表单 想用到地址 就用以b下滑线开头的 那都有哪些呢 看一下 broot bapp bur bpublic bres 这些就是在peerp程序里边用到的 web服务器的跟目录以下的 哪个应用的目录结构 跟这是对应的 那如果是peerp端找目录 比如说 peerp端你只能上传目录 文件的上传目录 或者是创建一个目录的话 或者是读取哪个目录下的文件的话 那主入口文件在哪 你就相对于主入口文件去找就行了 比如说makedr 我建一个 当前目录下的 比如说后边写上权限 0777 你看 当前目录下的one目录 我再建一个 mkdr 建 当前目录下的 后 比如说admin目录下 建一个to目录 给个0777 在makedr 建一个 在当前目录下的 比如说public目录下 建一个gs目录下 建一个比如说thre. 的文件 权限0777 八斤之数 你看 这三个目录都指的是 相对于主入口的 虽然user是放在控制器目录下 但是建文件目录 并不是在user目录下 比如说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虽然我们控制器 写在这个下面 但是你看我这有 当前目录下 one目录下吗 没有 那在哪呢 主入口文件是在这呢 所以当前目录下 one目录是在这 然后在admin目录下 当前目录下 建一个to目录 看到在这了吗 我在public下边 gs下边 建一个three目录 看在这呢 所以peerp端找目录的话 你就直接用相对路径 就可以了 因为主入口在哪 你只要在成语里边指定路径 就是相对于主入口的 这就是单一入口的好处 当然你不用这个主入口文件 你还可以用什么 像咱们在服务区段 直接使用变量 当然你刚才那b下方形root 和这个使用的是一样的 你用这个和b下方形root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这个 代表当今项目的跟路径下 这个代表当前的应用目录 比如说你当前是home 还是admin呢 当前应用目录 当然了 最好是用相对路径结构 别用这种方式 这只是给你提供了 你要觉得不喜欢用相对方式 你可用这种 这种也是自动获取相对路径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我们视图里边需要让大家了解的 因为视图主要就是一个加载模板结构和切换模板风格的一种方式 他大部分的还是在用smarty 所以大家只要对smarty熟悉的话 这会稍稍用一些方法 学习一些结构就可以了 包括咱们改版smarty的一些操作方法 和一些在smarty里边使用的默认的一些变量和服务期段怎么找路径 客户端怎么找路径的一些方法即可 这就是这节课咱们学习的内容 视图还是基于smarty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见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重 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上碑 洛阳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AP PAP 春远不觉晓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理念 在庭院学习 学习PAP 助理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因为他在学PAP 他在学PAP 道理念 他在学习 或许多谷 还在学习 你 想到 我